我对一个资产过亿的小 诶诶诶诶 怎么了让我去接小女孩啊 诶诶这计程公司 这计程车公司真的没有白买 哎呦我马上就过去 你稍等啊 诶诶各位同学们上里面大家好 我是小主啊 今天这个事情主要是讲讲回归的事啊 也是我是才高考五啊没多久啊 当然也是也有很多粉丝也是不知道我说什么 哎小主小主你怎么不出视频呢 啊怎么了是不是被抓了呀被打了呀 每当听到我这个时候非常伤心 你们看了我那么久的视频 难道我就一定是被抓走了才不做视频吗啊 像我是个低调的高三学生来说 我是要去参加高考的 当然这高考把我的折磨的真的是累的 不要不要的高考阶段 早上醒来去学校 中午回家吃个饭 然后小睡一会去学校 然后晚上回来吃个饭 上饭去学校 真的是累的不行 然后我就 放了假之后 然后我就休息了 今天没有马上做视频 因为这个今天高考的阶段是常累的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是我昨天晚上在家里面录的 呃 我没有直接直接录的时候说 因为这样声音会显得非常小 这个视频是选择后期配音的 因为你们这些人老实说露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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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想露的 为什么呢 这你们懂的 露脸你们又不给我什么福利 你们说对吧啊 当然这是出这个露脸视频的 还是有一些要跟你们说明的 我看了 我走之前我粉丝是快到8000的 然后掉到现在7200我也是比较尴尬呀 当然 呃 请你们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信文字号 左家居们会写 发那个二维码在屏幕上方 还有 我这次会选择四个更新视频的品牌 第一个是爱牌你们也懂的 第二个是爱奇艺 第三个是土豆 第五 第四个是那个优酷 优酷因为 因为限制太多 它是更新的很慢啊 如果想看的比较快的话 就看了爱奇艺跟那个iPad 我会优先更新啊 当然别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也就这样了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才发布这个回归视频呢 因为我很累要休息 而且你们还没有放假 这是个事实 而且就快要端午节了 端午节的话我相信你们就会放假 所以说就有时间给你们做个个高高气了 那么久没见呢 现在我要这次回归了 i know what i d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